而且它不是只是壳喔 它是車架 它是外露式的車架 另外呢 這個鎖定也有一個所謂的防呆設計 當我們吹動引擎呢 引擎轉速超過2200轉 或是時速超過2以上呢 它就會自動解鎖 大家好 我是某區在陽兵 今天呢跟雅雅一起出來試車 嗨 大家好 哇 今天天氣超冷的 而且下的大雨 然後我們今天在陽明山上 對 不過好在好在我們今天試的 不是一般的車 也不是Adventure的車 這也算是一點Adventure的車 大一點越野風格 對 可是呢 它在雨天真的很OK 沒錯 它是CV3 三輪車 是光陽呢 其實我認為在那時候應該算是 在三年前就已經推出概念車 那在今年呢 算是正式要開始賣啦 開賣了 去年發表嘛 對 那時候有介紹過了 沒錯 然後今年要正式來開賣 據說呢已經接了100多張的訂單 哇 很不錯 那我覺得三輪車 其實在台灣市場裡面 因為算是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存在啊 因為其實台灣來說 大家都熟悉了兩輪的車款 所以蘇克達啊 這大型東西大家都很熟悉 沒錯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特殊的情境 你會想騎三輪車呢 那今天先請瑤雅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CV3有哪些特點 你一定要知道 好 瑤雅開始吧 我們來看一下 先帶大家從外觀看 第一個 外觀開始 會看到的就是什麼 這個Adventure 鳥嘴的設計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主打適應地形的 這個能力是非常多元的 懂 再來我們往上一點 看到這邊 超長的風鏡 這是兩段手條式的風鏡 所以騎身的過程中 如果你有需要 是可以做上下各一段的調整啦 就看你自己的身高 然後同步往下看一看到 頭燈還有方向燈 它都是採用LED燈 來 我把它點起來 照明效果上還不錯 而且它旁邊還有這個定位 沒錯 造型M字型的針頭 好 那接著我們再往下看 往下看看到最經典的 就是兩對前叉 還有雙前輪 那這次蠻有特色的地方 它的輪胎也不一樣囉 待會兒講到規格 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接著 講到車身的外觀 就要看車輛的側面啦 它這個側面 我個人認為 它的肌肉線條是非常明顯的 而且在視覺上是有經過特殊的鋪裝 你看喔 這個烤漆 不是只有一層這麼無聊的配色 喔 沒錯 這是我覺得今年算是 發表的車色裡面最有特色的 真的是墨綠色 對 而且這應該是大家如果 很多如果說你買霞顏色的車款 會想要包模就是包這個顏色 對 原廠都幫你配好了 真的 然後接著所摸的這裡 喔 這個呢 它是有噴沙的 而且它不是只是殼喔 它是車架 它是外露式的車架 對 這個車架呢 還有主打輕量化 所以在騎乘過程中 待會站長應該有很多心得要跟他分享 其實這個車架呢 其實應該說跟原本的 我在想應該是跟AK550來比啊 嗯 輕量化好像應該有減輕了百分之 將近四十對不對 對 有主打輕量化 沒錯 對 就是這個部分呢 就主打輕量化 而且是外露的 沒錯 那另外呢 它其實在這邊你看喔 它這邊手把的部分也是同樣的材質 所以除了我覺得好看之後 還有一點防滑的效果 對 嗯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尾燈 尾燈的話它是重劣勢的 所以我覺得在晚上的時候 辨識效果非常好 喔 非常明顯 了解 對 那除了這些外觀上以外呢 接下來就要帶大家看規格的地方囉 先來聊一下CV3的規格 首先呢 它的引擎是採用跟AK550一樣的引擎架 都是這個並列臥勢的COGC引擎 喔 這同一顆引擎嘛 對 動力上呢是 最大馬力是51匹 嗯 那如果說以雨天模式來說的話 會再降馬力 對 大概從4000轉以後呢 它會比較維持一個 馬力曲線就是一個恆定的 不會再上升 所以你操控起來呢 油門的細膩度也比較好掌握 嗯 好 最大扭力呢是來到52牛頓米 然後它的傳動形式呢 是PTM皮蛋傳動 喔 這個現在非常紅啊 自從AK50推出之後 再包含後續的KRV 沒錯 都是採用這個所謂的PTM傳動的設計 對 就是可以達到車身的配重比達到5050 這樣子比較穩定的效果 接下來就要看它的前輪囉 嗯 前輪是採用13吋 那剛剛講到它特別的地方展覽 在這條輪胎 它是馬吉斯專門為CV3開發出來的 各位 正常的型號呢是MAWiz 主打的是通勤耐磨需求 後輪的話呢是15吋 採用的是馬吉斯的 Super Max HD 自動的話都是採用前後碟煞的自動啦 然後講到煞車 還有一個地方帶大家看 就是呢 CV3它是有腳煞車的啦 這個腳煞車呢 是連動前後輪 ABS以及CBS連動的喔 車重的話呢是282公斤 接著帶大家看一下座高 座高是795mm 所以以我身高160mm來說呢 是需要前雙腳多支撐一點點 以有點墊腳尖的形式在騎乘 接下來來大家看配備喔 配備第一個要看的就是這個 6吋的TFT全彩儀表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圓圈圈呢 就是過去我們熟悉的Noodle儀表 來看一下 裡面這邊可以顯示你個人的桌布 還有時鐘 好 左手邊的螢幕配置呢 是你的油亮時速 小里程還有其他的電子資訊 同時呢透過這個Noodle系統呢 可以顯示你的導航 尋找你時鐘的隊友 甚至還可以幫你在停紅燈的時候 接收訊息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 來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切換頁面的話 按鍵呢 在左邊中間的下面 第一顆有個Menu鍵 進來之後它可以顯示你的胎壓 欸這個蠻厲害的喔 會告訴你左前右前 還有後輪的胎壓分別是多少 當今天出現胎壓不足 或是異常漏氣的時候 這邊會有個警示燈號 它就亮起來 告訴你 欸現在胎壓有狀況囉 然後藉由這個介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操作呢 它的螢幕的亮度 透過右手邊的按鍵去操作 就可以切換 你的小里程啊 你的行程資訊 都在這個頁面做顯示 非常方便 然後接下來有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一定要帶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它的左手邊的總成 哇這個可能要講一小段時間囉 好 首先這邊有定速巡航的效果 它可以設置時速45公里到130公里 然後呢 我們看到遠地燈的開關 方向燈下面是喇叭 還有在喇叭的下面這個是手煞車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錯了 左手邊前方呢 這邊是Mon的模式 可以切換Sport的模式 還有雨天 還有下面呢 這個是我們的三段加熱式電熱手把啦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 當你打開電熱手把的時候 這邊會亮白燈 同時你的螢幕上 也會顯示現在電熱手把的段數 然後呢 我們再看到右手邊 欸這個地方蠻厲害的 站長 這個是車輛的鎖定鍵 那這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嗎 好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三輪車系統裡面的必備的 就是鎖定整個車身搖擺的按鈕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當我們駐車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給鎖定起來 往這邊推 它就鎖定 就像現在 你在左右搖的時候 是沒辦法把車身晃動的 那我們騎乘的時候呢 要解鎖 就往輕輕往這邊一推 喔 它就可以晃動了 就可以左右搖擺 就可以開始騎乘了 好 我們先把它鎖定起來 那鎖定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到前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前叉的機構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四支避震器 那在上方呢 其實有兩組的連桿 它可以做左右 就像是平行四邊形一樣 所以它的前輪的兩邊的作動呢 是一起的 同時避震器又會根據你的路況呢 做一些微調 所以我們在轉向的時候呢 整個平行四邊形 就會往旁邊一起傾倒 這樣造成呢 你左右兩邊是可以有一定的高力差 那大家一定會注意到 前面這一組裝置到底是什麼呢 它是一組抑壓鎖定的裝置 當我們按鎖定按鈕的時候呢 它這邊就像是我們一般的抑壓卡鉗 它會鎖定呢 這支抑壓桿 讓前輪呢 自支前叉都不會再作動 不會再左右搖擺 除此之外呢 它在這裡面 剛剛講的這個平行四邊形上面呢 還有一個鎖定盤 也是有點像我們一般碟煞的設計 它就會把它夾住 讓整台車呢 除了整個機構不會再動之外呢 在這邊上下的抑壓桿呢 也會進行鎖定 所以是非常的穩 例如說 這樣的功能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除了一般停車會用到之外啊 我們一般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有的時候說你腳不想伸下來 或是天氣太冷 你想收在裡面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啟動這個鎖地裝置 讓整個前輪呢 車輛是不會再傾倒的 完全鎖定住 另外呢 這個鎖定也有一個所謂的防呆設計 當我們吹動引擎呢 引擎轉速超過2200轉 或是時速超過2以上呢 它就會自動解鎖 因為它知道你一定是忘了解鎖 我就要往前走了 所以它會讓你可以解鎖 不然如果說你今天還鎖定住的話 你就很難轉向的 就會直直往前衝 以上呢 就是CV3全懸吊的介紹 Yeah 再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車體呢 還有哪些厲害的設計 來來來 對我啊來來看這邊 這個呢 很厲害喔 CV3它可以直接快速的 讓你安裝後箱 它這邊都有一個預留的快速化模組 插孔 可以讓你直接把箱子裝上去 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今天騎士 它想要一個人搶出遠行 我不想載人 甚至你也可以把整個後座拔掉 來這邊的話 就是你按這個按鈕就可以打開 沒錯 行李箱 那行李箱產牌說並不大啦 那如果是比較小型的全罩式安全帽 是可以放進去的 那加油孔呢 也在這邊 加油的話就在這邊 另外剛剛雅雅有提到 如果要拆後座的話 來這邊搬一下 你就可以輕鬆的把它 拔起來了 它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往前卡 然後放下去 所以你要拆掉就很容易了 對 蓋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整個後面是不是就變得非常乾淨 那甚至這邊應該還可以再裝第三個箱子 沒錯 就等於是三箱的設計 或者說你平常你就想一個人騎 強調你就是單身貴族 那就這樣騎吧 好 我們再幫大家把它裝回去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個插件 聽到卡一聲就表示你一定裝好了 就在這邊非常方便的開關 另外啊 對於騎士來說呢 它還有一個設計就是 它這是可調的 當我們 這是最後面 那我們要稍微往前一點 給你一點支撐 或者說你想要再往前做一點 再多一點支撐 或是把它幫你往前推一點 那當你到最前面的時候 它就直接回覆到最遠了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方便 很貼心的設計就在這邊 接下來也要再幫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騎士的操作介面 還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沒問題 先來講這個好了 其實因為每個人他的身高不一樣 所以我看螢幕的視角角度也不一樣 沒錯 它這個儀表是可以做調整的 在哪裡 在前方 有一個內六角的鎖點 來這樣做調整 做角度的調整 放鬆調整就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呢 就是Keyless剪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鑰匙在哪裡 在這裡 再幫大家補充一下喔 在按鍵的最右邊 這個Lock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龍頭鎖的意思 首先我們先把車輛的電源關閉 龍頭轉到底之後長按 它這樣就已經把龍頭固定住了 如果今天你要解除的話 該怎麼做呢 長按之後會出現一個儀表 儀表資訊跑出來 就表示你的龍頭鎖解除掉啦 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站長的騎乘 還有我的雙讚心得啦 好喔 首先呢 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好了 整個CV3呢 它的煞車的部分呢 蠻特別的 它是有搭載ABS煞車 所以前後呢 它是都有ABS 另外呢 我們在右手邊這邊呢 大家來看一下 它是有腳煞的 而且這個腳煞呢 是屬於前後連動 也就是說你今天 腳踩下去是前後煞車 都會一起連動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 以煞車的操作來說好了 我覺得還是比較習慣 用手的方式來做操作 腳的話會覺得 力道控制上會比較難控制啦 但是有的時候 例如說你今天買東西 要跟電源算錢 或是你去買檳榔好了 要跟電源算錢的話 你就是腳踩著 然後就可以算錢 你不要 如果它剛好在一個斜坡的地方 你就會變算錢 然後就是車會一直滑下去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腳踩了 那當然啦 聰明一點就是 你可以用手煞車來做固定 那今天其實 今天真的非常濕冷 那我們剛騎出去的時候 在想說 一開始我在試的時候 還想說到底行不行啊 真的是 在這種陽明山這種 這麼多彎 而且又是上坡下坡 帶轉彎這樣子的地方 一開始呢 真的還是有點遲疑 但後來發現 它真的OK的 例如說我們剛剛從畫面裡面來看的話 你只要基本上放輕鬆 不要想太多 就讓車子倒進去 很快就會帶著你轉向過去 那 雖然可能你在轉向的過程中 你會感覺說前輪稍微一點點往外滑 但其實沒差 因為車輛就是非常的穩 所以呢 其實我的想法是 一般來說操作上 它還是跟一般的 兩輪的速葛達是一樣 你是很靈活的 尤其是我們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跟 一般的速克達 騎起來 或是AK來說 騎起來感覺是很像 你並不需要 特別去在意前面是有兩個輪子 但是實際上你在 在騎乘的時候 你也許可以 例如像今天碰到今天這種狀況 又濕又下雨 其實你還是可以說服你自己說 你像是在開車一樣 就是你去想像說 你前面是有兩個輪子的 那你在轉向的時候 是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頂多它失去抓地力的時候 是會往外滑一下 可是不會出現那種 如果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當你一倒 前輪真的滑掉的時候 你是整台車 就是會往外衝出去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你在騎乘的時候 我覺得以騎士來說 可以去想的部分 那再來呢 我覺得它前輪的 兩輪的獨立性 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們今天有去試 很多影片裡面 大家可能都會看到 我們把前二後一的 摩托車 三輪車 我們把它騎到 人行道上 就是你一邊是 在人行道上面的 那它呢 它也是維持直立的 繼續往前走 所以這部分來說 前輪的懸吊 我覺得它 以目前 沾揚CP3的設計來說的話 剛性不錯 就是我們在整個過彎的時候 它的剛性是非常好的 另外就是它兩邊的協調性 也是非常好 因為它整個平行四邊形的機構 是可以很快的對應 你兩個輪子產生的高度 高低差 而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在產生 兩輪的高低差的同時 你又會覺得 重心可能會有點偏調 這是完全不會的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還有去 是說就是把整台車騎到 就是真的是 都是落葉 都是草地的地方 那以前輪來說 它真的是 你完全不用擔心 你在行駛過程中 突然撇掉 撇掉前輪 但是在動力上呢 因為新的CP3 它是沒有搭載7CS的 所以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試的時候 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場景就是 油門轉太大的時候 後輪還是有點飄 會飄 可是 它完全不會影響前輪 就是你前輪還是穩穩的 但你後面呢 就是會有一點 有一點滑來滑去這樣子 這是 我也是覺得蠻特別的地方 再來啦 我覺得 目前光陽CP3 它這樣的四肢避震器 再加上 平行四邊形的機構呢 它的前面的機構 其實是相當穩固的 你如果說有看到分解圖的話 哇 裡面的搖壁都是非常粗壯的 那我們在急煞的時候 例如說我今天在 像我們今天的師弟 我突然急煞前輪 它還是可以 支撐力是非常好的 你也不怕說 它會有可能會有 左右偏擺的狀況 這就是跟它的整個機構設計 是有一些關係的 算是蠻讓人放心的 那再來亞昂 你覺得坐在TV3 這種三輪車上 跟一般的車子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前面兩輪的機構 不光是騎士有感 我後座乘客也很有感 是這樣嗎 怎麼說 我覺得好安心喔 就不會像一般摩托車 在下行腳的時候 因為摩托車很輕巧 但是這個相對來講 就比較沉穩 對 不會有那種快速傾倒下去的感覺 我就覺得很有安全感 對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後座的心得 就是我覺得它的引擎震動 是比較大的 是這樣嗎 對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 新的車架的設計有關係 所以比較傳遞上來 是比較直接的 我覺得有可能 就是它的震動感是 偏明顯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讓人不舒服啦 另外啊 你覺得給你一個獨立的後座 感覺怎麼樣 超棒 雖然我剛剛都是大概用 1 2 的空間在做乘坐 但是我知道我後面還有一個 一大節空間 甚至還有一個靠墊 所以我沿路都可以自在的去調整自己的位置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耶 如果說你在長途旅程中 你想要變換姿勢的話 後座還是給你一個很棒的空間 另外呢 旁邊的扶手高度怎麼樣 扶手的位置很適中 太高的話會覺得很像在扛東西 很像小頭要扛東西跑的那種動作 對 太低又覺得撐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剛剛好的 沒有問題 好 除了你剛剛感受到有一些引擎的作用之外 基本上它的支撐性啊 舒適度怎麼樣 支撐性我覺得很不錯 不會太硬不會太軟 讓我剛剛乘坐基本上都是蠻舒服的狀態 對 但是可能因為今天雨天的關係啦 它這個止滑的效果 我覺得 剛剛實測沒有到非常理想 你覺得會有一點滑 有一點 不過這真的是 可能是下雨吧 都是水的關係 對對對 好 另外呢 我們再來請雅雅示範一下上車的部分 看會不會卡住 來 感覺會哪邊卡住嗎 我覺得有一個Bug 就是雖然腳踏的位置是OK的 但是我的後面腳跟會踩到排氣管 比較容易會踩到排氣管 所以我剛剛一度是內巴 後來想說沒關係啦 我們就輕輕跨著吧 好 那我們請攝影師來到這邊 我們從這邊下車看看 看左側下車會不會好一點 左邊比較好啦 而且左邊腳踏的位置 這邊是比較框框的 所以沒有會踩到東西的問題 好 所以可能還是儘量是以左側來上車 會比較好 沒錯 那最後呢 因為今天是雨天啦 那其實我一開始試乘 我還是都是使用Power模式啦 我認為說Power模式來說的話 加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呢 假如前輪你是有穩定的抓力性 所以後輪呢 大概有一點打滑 沒有關係 不過在雨天呢 那還是會建議大家 利用Power鍵呢 來切換 切換這個動力模式 把它變成是雨天 這樣的話呢 你在吹油門的時候 會比較線性一點 油門的反應呢 不會那麼直接 而且整個動力延伸來說呢 它後面就會維持一個定馬力轉速 所以它扭力呢 是會逐步下降的 讓你的加速是比較平穩的 最後呢 還要跟大家推薦 CP3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加溫把手 像我今天騎乘的話 雖然我有帶冬天的手肘 但它這個裡面呢 內層還是比較薄的 這時候就很適合搭配加溫把手 在今天大概是16度的天氣 我是把它加溫到第二段 也就是說 如果要再上到高山 可能10度 12度左右的話 你就可以用到三段全開 那如果一般的 在都會區沖勤的時候 還不算太冷的話 大概只要一段 就OK了 那今天呢 16度的氣溫 我是把它開到兩段 摸著加溫把手 就是有那種 試車會有一種 想要感動 想要掉淚的 這種感覺 真的是不錯 好喔 那以下就是 今天戰場跟雅爾來試乘CP3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心得 大家如果對於這台車 還有想到什麼想問的 或是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企劃的話 也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那今天的試車影片就這樣囉 掰掰